欢迎收看,我是陪你教数学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所谓的巴斯卡三角形 以及二元的 如果A加B的五次六次展开来 会是长什么样子 在这里我们要再多介绍一个 在高中会用到的惩罚公式 就是立方核和立方差 立方核建立在我们对于核立方 就是A加B三次 这个公式的熟悉 透过它来去展开的 所以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这个 和立方的这个公式 是A加B的 三次呢 是A三次加3A平方B加 3AB平方加B三方 那以这个公式呢 我们来开始去推导 我们现在要留下的是这个 A三次加B三次 对不对 于是呢我们把这两个留着 这两个赶到等号的对面去 所以我们有一侧是A三次加B三次 另一侧呢 是这个 A加B的三次 减3A平方B加3AB平方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后面这里呢我们提出这个3AB 所以你就会得到 A三次加B三次 会等于A加B的三次 减3AB括号A加B 可以吗 那接着呢我们再把它这个A加B提出来 提出公因式 所以呢它又会等于 A加B 然后 A加B平方 就是说三次提出一次剩两次 以及减后面的3AB 的时候把这个展开 A加B平方是A平方加2AB 加B平方结果减3AB 所以 A加B 然后 A平方 减AB 加B平方 那在这里呢 你会发现我把两个 这两个式子放在这个框框里 为什么呢 这两个要记起来 就是要 你也可以说要背 那就说特别的特别的重要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立方和的公式 要有两个呢 是因为下面这个公式呢 其实它才是真正的 所谓的因式分解 我们的因式分解呢 国中应该有学过 你要把它分解成 一个括号 怎么样成另一个括号 后面不可以再 外面不可以再有加 像这个就不是因式分解 它这里有一个减 在最外面 加减只能在括号里 它两个括号之间是成的关系 这样才叫因式分解 所以这个才是因式分解 那为什么还要记上面这个呢 因为留意一下 上面这个 它的优势是 它只需要很简单的单元 就是它用 A加B和 A乘B 两种元素就凑齐了 那有看我们前前一集的 这个影片的话就知道说 我们在处理这类的题目的时候 常常就是用某两个元素 去凑成别的元素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如果是像下面这个例子的话呢 你需要有A加B 还要有A平方加B平方 还要有AB 你才能算出这个立方和 可是上面这个只需要两个元素 那两个元素你想说那也不就是少一个元素嘛 那不要忘记 我们上次有提到有像这样子的问题 它利用什么 A加B 给你一个提示而已 长了一个提示就是这个 A乘B是1 也就是说如果我像这样的题目在出的时候 因为A乘B是1 所以实际上它只要再补一个提示就好了 这就使得这个立方的问题 它就变成像平方的问题一样 我可以用一个给一个提示 长一个提示的方式就完 就要你开始算了 那所以你如果只会这个公式的话 会导致你有一些题目很难做出来 不会做不出来 你还是可以迂回的先求别的再来求这个 但是就是会比较麻烦这样子 那所以这两个写法最好都要会 那另外一题呢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讲到 就是说在写这个公式的时候 左边也要写 所以不要只有写最后右边 因为到时候你左边没有东西列出来 会让你在解题的时候反而陷入困扰 如果有看懂这个推论的话 那我就请学生自己导下面这个 好那我们在这里就写出来了 这个A-B的三次 是A三次-3A平方B加3AB平方-B三方 那一样我还要留这个 A三次-B三次 把这两个搬到对面去 所以A三次-B三次就会变成是 A-B的三次加3A平方B-3AB平方 然后呢后面这两个提出3AB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 A-B的三次加3AB 这个留下A减这个留下B 那把A-B提出来 它会变成A-B乘上 A-B平方加3AB 一样展开来变成这个 那它其实有一个额外好记的点 就是说如果你是A加B的话 如果你是A三次加B三次的话 那你在这里就会有加的 这个关号里都是加的 这个关号外面是简的 有没有这个第一个小的这个是加的 后面这里呢中间是简的 平方一定是正的 中间这个是简的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简的 A三次-B三次 括号里都是简的 括号里都是简的 外面才是加的 第一个小括号是简的 这里是加的 所以用一两次也就会记起来了 这个是还蛮实用的 下面多介绍一个是三个数字的话 A加B加C的平方 那这个可以让学生自己导导看 就是说你把A加B当成X 所以X加C的平方会是什么 会是X平方加2XC加C平方 那你在写的时候呢 就把A加B当成X 所以它变X平方加2XC加C平方 那这里展开的时候 就会有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加中间这里 2乘A乘C或2乘B乘C 懂吗 所以这里是2AC2BC 那我们一般会把它写成是 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加2AB加2BC加2AC 那留意一下 其实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三个轮流平方 然后后面是两个两个的 刚好就是三种都出现 而且要乘2乘2 那如果在这里呢 我刚讲就是学生 你觉得他推导的不是很顺利的话 那你现在都讲完了吗 下面这个就留给他自己推 A加B减C的平方 这样子 让他自己用同一个方式 去做去展开去体验一次 如果是A加B减C呢 其实我们不用真的一定要用推的去展开它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A加B加这个C是负C嘛 所以他会有A平方 加B平方加负C平方还是C平方嘛 因为负负得正 加2AB加2B乘负C 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会变成是减的 然后减2AC 就等于说2乘A乘负C嘛 所以有C一次的就有负 平方的就不用负了 所以是A平方B平方C平方一定都是正的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下面这个也很容易能够写出来 它是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一样平方一定会负负得正 接着遇到B一次就负 遇到C一次也负 所以减2AB 然后呢 这个是加2BC 因为负负反而得正了 然后减2AC 像这样 那有的书呢 他会把这个这三个的2提到来外面写 他会写加2括号AB加BC加AC 那这样也是可以啦 于是来利用这一题 我们一方面复习上上一级的 就是我们用惩罚公式去进行 给两个提示求其他元素的这样计算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练习用这个三个 立方差 所以给你XXY等于6X平方加Y平方等于15 求XY平方减X平方 那在这里呢 如果你前面的练习有熟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怎么样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15练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就是X平方加Y平方 如果你让他加2XY就会得到X加Y的平方 那你就会知道X加Y嘛 你如果让他减2XY 你就会有X减Y的平方 那同样的道理 你有这个的话 你加2XY就会得到这个 再加2XY就会得到这个 他减2XY得到他 甚至我可以怎么样 我想拿这个去减他得到 拿这个去减他得到-2XY 拿这个减他就得到正2XY 他们两个之间差了4XY 所以在这里呢 你看到他给XY 又给这个 那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我两头都求得到 所以你可以基于这一点 既然我有这个有这个 我就可以去求 你也可以怎么样 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下手 逆向思考 题目如果问这个的话 我会需要知道什么 我会需要知道 Y-X和Y加X 对不对 就是A-B平方是A加B乘以-B 所以我会需要知道 Y加X和Y-X的话 那Y加X就是X加Y Y-X其实就是X-Y 然后负号 多一个负号 你就会知道说 所以我要去求什么 我要去求这个 X加Y 那我要求X加2 我就要先求X加Y平方 所以他就会有X平方加Y平方加2XY 是不是 以及这一个 把X加Y平方的G平方的G平方的G平方 F-Y平方的G平方 所以我会让X加Y平方的G平方 就是以X加Y生命血 还是以把他们集中在前面 其实没有差 反正你会就是会,会用就是会用 那于是在这里就变成是15加 注意要乘2,15加12是27 所以来告诉我x加y多少 x加y如果平方是27的话,x加y是多少 那这个答根号27 或者是进一步有理化,标准化 变3根号3的,然后注意 正负化 可以吗 以及下面这里 那这个是15-12是3 所以x-y是 那记得开根号,正负根号3 那所以所求的就会是 正负3根号3乘以正负根号3 所以是 根号3乘根号3是9 根号3乘根号3乘以3是9 所以答案是正负9 可以吗,这第一小题 那接着我们就要用这个立方 插 如果你刚才有记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如果没有的话 就倒带回去把它抄一遍 念一遍,抄一遍而且念一遍 然后我们就要来用 这个 x3-y3次 会等于 x-y x平方 加x-y 加y平方 其中x平方加y平方已经知道了 是15 x-y已经知道了是6 x-y刚才算出来的是正负根号3 所以这里会是21 正负21根号3 这样子 这样子 可以吗 好 那 我们也用第二个方法 我们也用方法2 所以它也会是 x-y 3次 减 加3xy 乘x-y 可以吗 好,那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一开始有的就是x-y 那以这一题来说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没有x-y 所以它用第二个方法也没有比较快 但是如果它一开始就有给你得到x-y的话 x-y是正负根号3 所以它这里就会变成是正负根号3的3次 所以是正负3根号3 然后 加上3倍的6乘以正负根号3 这样子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话这里是18个正负根号3 这三个正负根号3 合起来也是一样是21个正负根号3 可以吗 好 我看着你了 好 好